为了提升台湾中美赛亚竞争烈 罗阿波罗女士第一次基盘台湾中美特兰三百个月 希望救幽比赛给乡亲对国産中美有进化者实施以及临统 赛丽丁农会也基盘承订赛 由杂拉座参赛农友当中 选出优秀的美建立全国赛 希望赛丽美可以成功取得第一名 平行临统来为农民携来参赛米做平分 这是赛丽丁农会配合农业保农民属所基盘的丢美品质竟赛外党 希望赛丽丝代表赛丽的好美 到全国比赛中 让大家知道赛丽米不够好吃 品质也够好 我是过去赛丽的时候赛丽冠军 赛丽冠军前程总冠军 我今年是冠军可以赛丽冠军 我是有状态就好了 我是建高河边境 曾经建十几年 对高河也很有信心 我这边参加比赛 也希望能得到顶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 我也希望能得到顶 一次比赛是分为旁美祖和不是旁美祖 不然会来看美本身的外观 也会来刺激 以口感黏心点点来评分 并会选出三种来进行渐渐 如果是渐渐无问题 就会尽力全国赛 那今天呢 我们是针对说 先超米的品质 先看外观 初步的外观的评比 然后接下来再做十位评比 就是各个评审 会针对白米的外观 口感 气味 硬度几年度呢 去做评查 待会呢 我们会先评选出前三名 那可能会去做 后续会先做那个农药残留 重金属的残留检测 都过了之后呢 就是会再寄送到台北的农药署那边 去办理全国赛的部分 这次的芭米祖不是芭米祖 总共有16组的农友来参赛 不管是不是有注定 相信大家都在这个过程中 来逅上交流合适 记得下一次彩虹报道哦